很多國家幫台灣手 是吧 因為台灣穩定了 而且民進黨的立場沒有變 大家很支持 但是不等於安全 這次中共你知道了 輸了三次 就是孫聰通 他想擺他自己的黨 推他自己的黨和推他自己的人 就沒有成功了 他就發毛了 尤其是習近平 你看他的新言 前幾天的新言演誌裡面說明 他說他絕對不會放棄統一台灣的 而且你這樣斯文統一 統一不了 他就武力統一了 而且武力未必是傳統的武力 所以我稍後一節 自己那節我就會講 他會用的那些手段是可以很骯髒的 所以問題是不要以為台灣安全了 台灣不是安全了 這次選了 是好事 絕對對民主來好 絕對是好事 人民的意願 得到結果 這個是非常之好事 但是你說安全了 不是安全了 就是那個問題 一天共產黨 你不消滅共產黨 不會有安全的 台灣 不會有安全的 台灣 但是我看到近來那個大陸 那個叫做什麼 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 在這裡 說團氣 訪問美國 都跟那個布朗肯見面這樣 是意味著什麼呢? 他現在中國的經濟一塌糊塗 根本就一壇死水 沒了起色 就是沒得改變 他知道沒有了美國 現在就開始了 習近平開始明白了 那些人騙了什麼 東升 西降 說美國很不行 現在你看看 只是看那個股票的指數就知道了 人家都不知道多少點 不行的是他 他必須開始派人呢 實際上那時候 習近平本身都去了 王毅也去過 又派人去 這次派人去 希望可以改變那個氣氛 但是你想想 以前那些戰狼 你這樣得罪人家 習近平也是 你這樣罵人家 又說人家間諜 又這樣 趕了人家走 那你現在哪個人都挽回 不過五年十年 沒希望了 而且五年十年之後 中國到底熬不熬得住都成問題 不要說五年十年了 今年做得挺辛苦的 所以他派那個人去 實際上 因為晴光沒有了 那邊都沒有人代表 那他派他實際上是講好話 就是跟美國講好話 希望跟美國和緩 他都害怕的 美國如果今時今日強行 比如搶回那些菲律賓的賭墜啊 賭礁啊 或者那些基地 強行破壞他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大陸現在都是他害怕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不放棄統一台灣啊 甚至不無力統一啊 所以那個問題呢 他這些人呢 好像精神分裂一樣 那邊就這樣 那邊有什麼 你想想這次上個星期又說有氣球嘛 一隻氣球 現在又說有三隻氣球 在台灣上空啊 這些氣球實際上是可以很危險的 你怎知道它裡面裝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說呢 台灣呢 雖然它現在和緩了一點點 但是呢 台灣一定要忍住其他自由國家 包括日本啊 台灣你應該呢 現在台灣有一點被動了 應該台灣主動 就拉著日本啊 韓國啊 美國啊 澳洲啊 那些國家來消滅中共 不是消滅中國 是消滅中共 那你就可以安全了 大家都好了 大家都安全了 現在不只是台灣安全問題 日本 韓國 菲律賓全部 在周圍 和中共周圍那些 個個都不安全 我們香港已經死了 你看到了 所謂不安全就是 拿香港來做那個標準 就明白什麼叫死了 是吧 所以呢 一定要消滅中共 賴清德的口頭就說了幾下 也說希望跟你中國有一天 有辦法談 可以做生意 他口頭當然是這麼說的 就是他要擺出的形象 不是一個好鬥的形象 是一個好煎的形象 這個也是對的 就是不要擺出這件事 將來你不可以怪他 實際在準備那方面 他都做得很足 我看他和蔡英文兩個 就是那個形象就好像是愛和平啊 就跟你聊天啊 願意跟你怎麼樣 但是呢 實際呢 他們備戰那裡是做足的 我猜台灣呢 現在呢 那些武器美國運輸了來嘛 如果多給兩三年呢 那些武器如果做足的時候呢 中共就打不過它了 但是呢 所以現在呢 中共會趁今年啊 明年呢 那些武器 那些武器的裝備 美國還沒有運輸給它之前呢 中共還有希望可以侵略台灣 但是台灣如果再賣 繼續好的武器繼續來的話呢 日本又準備充足的話呢 它就沒有希望 所以它會動手的 但是它動手就未必是傳統的 那種這樣的登陸 但是它會有其它辦法的 共產黨沒有東西做不出來的 嗯 那它這次那個台灣選舉之後呢 很多國家是不是心裡會比較放心啊 國際間啊 這些 未必是放心 當然是 是好過選舉國民黨出來啦 選舉國民黨出來 直接是 拿台灣賣掉了 那麼它就變成了一個大缺口 第一島鏈就是一個大缺口了 當然這方面呢 它們就比較放心 但是你說它們會不會 不繼續做工作呢 不繼續保護台灣 不會 它們還會加重著 因為現在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是習近平分分鐘會出手的 它趁台灣現在那個所謂武器 那個很多武器還沒有到的嘛 很多武器它和美國訂了還沒有到的 那現在呢 還是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中共會提早出手的 不會拖 所以越拖呢 反而台灣的武器越來越完整了 那時候呢 它就機會更小了 所以現在最近 今年明顯是非常危險的 尤其是今年 尤其是今年的 那我看到它 都來清燈的第一時間都接近日本團 日本的人 是不是都是一個姿態呢 或者怎麼樣 是啊 日本很緊張 譬如台灣被中共霸佔了之後 那些日本船分分鐘過 用不了台灣海峽的嘛 你變了運東西去東南亞 或者運東西去歐洲 日本就變了要經美國那邊走 啊 很慘的 變了日本很多在東南亞的市場都沒有了 所以日本很緊張的 日本和台灣是唇亡子韓的關係來的 那韓國也是 韓國也是害怕的 所以那個 他們很緊張的 尤其是日本最緊張的 你記不記得那次那個麻什麼太郎 麻生太郎 就是自民黨那個頭 專門來台灣和賴清德 就看看他到底你是不是有那種 和共產黨勢不兩立的精神 那麼他就放口來看完 他就覺得他放心了 就是覺得他們是反共的 表面上好像幾個和平一樣 就不想打仗 但是實際上共產黨真的打了來 我猜蔡英文也好 壞清德也好 他們一定會是捍衛台灣的 但是習近平這段時間有個清理火箭軍 有些貪腐啊 這些火導彈裡面水跑 還有能力去發動戰爭嗎? 不是 我告訴你 聽說 他們共產黨謀了台灣很久了 你想想是不是 起碼49年到現在70年了 70多年他在那裡想 他有很多方案的 就是來對付台灣 武統台灣 起碼有幾十個方案 他不用這樣的傳統辦法 他有很多辦法 我舉個例子給他聽 譬如他用病毒 那你怎麼辦呢 他那些這樣的氣球 放病毒很容易而已 是吧 那你怎麼辦呢 他有很多其他方案的 你不要以為經常都是最簡單的方案 什麼到台灣 到台灣海峽啊 他不需要 他有很多其他辦法的 那好像馬英九叫人家相信習近平 是不是真的有人相信他的說話呢? 不是 沒有人相信他的說話 但是他講這句說話呢 他實際上 我聽過了 我聽這裡的人說 原本呢 就是共產黨在台灣的首席代表是連戰 連戰最老資格 連戰現在年紀大了 身體就一般了 馬英九上去坐連戰那個位子 因為所有跟大陸做生意的人呢 他都要尊重那個所謂代表那個所謂大陸的教父 連戰如果退了下來 他想坐那個位子 他在關鍵的時候說幾句說話 就為了他自己 他這樣說法呢 習近平聽了就很舒服了 但是那個 剛才說台美的關係 會不會制定更加進一步去發展呢? 好 會越來越好的 越來越好 但是大家不要想著 好就絕對安全了 美國都有很多內部問題的 有時美國幫不了 不出奇的 好像這陣子美國裡面在鬥共和黨 不批錢給白宮來幫烏克蘭和幫以色列 這些事情發生了 有時美國就是 有時美國都有自己的問題的嘛 所以說到最後都要靠自己為主 別人可以幫到你就幫到你 美國當然是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然幫了 但是有時美國 美國裡面鬥得好的 就只是拜登和特朗普 有一段時間鬥的 最後呢 特朗普可能因為某種原因 他們又有法律問題 內部有很多問題 某種原因幫不了你 台灣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不會只是依靠自己要有 自己要有智慧的能力 你都看到最近朝鮮那邊都是那個狗狗陣 是不是故意的呢? 它就是中共在後面撥火了 叫朝鮮在那裡發射 這樣發射那樣 就嚇南朝鮮 幸好南朝鮮那個總統就夠硬 是吧? 你發200支火箭來 我發400支給你 就是要這樣 台灣都要這樣 就是你的氣球和你的飛機一過了 街中間那條 台灣海洋中間那條 你就是要動手 你千萬不要忍了 忍著忍著就退下退下 就無路可退了 你一定 你不過我就不會犯你 但是你一進來 我就一定要採取行動 這方面呢 台灣是早不夠的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他們就是 整個台灣怕得罪 很多那個氣氛就是怕得罪中共 是不要提台獨立啊這樣那樣 怕得罪中共 實際呢 今時今日台灣的安全就是得到美國的保護 所以這70年就沒有出了私 但是呢 現在美國保護的情況之下 你要加強自己的智慧能力 這樣就安全了 這個就是安全了 跟你說什麼 一點無關係都沒有的 又說不獨立 同不統一 你說這些完全 不會因為你說一句話 它來打你的 這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們 不是在學校啊 不是說話 全部都是看行動的 實質的 實質上你到底強不強 你強它就不敢來打你 你弱它就永遠來欺負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拆了鞋子都沒有用 但是你這次都看到國際間都很關注今次的大選啊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當然美國那個大選最重要了 我看這次有6個大選 今年有6個大選了 台灣這個是第二重要的 這個影響就是呢 實際上可以這麼說 跟中共是勢不兩難 因為如果國民黨贏了呢 中共想著 咦 可能我還可以滲透了香港 一步一步慢慢來勝利 它這次國民黨輸了 民進黨贏了呢 它就知道這個永遠是解決不了的 就是台灣問題 可以經過選舉 它以後都會輸 就是幫誰親中共的都會輸 它知道了 它現在很明白的了 所以它用第二個辦法來統一台灣 如果好像麗芊登共 可以用那個和平 談戀的方法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呢? 當然 它客氣而已 就是它要表示給別人聽 我們是愛好和平的 這個它愛好和平 將來中共動什麼手呢? 其他很多同情台灣的國家就會幫台灣 它不可以表現得太好戰的 不可以的 你一表現得太好戰 人家反而就怕了 不敢幫你 就是人家幫你 幫你一定要 你是勇敢 但是你那種勇敢是自衛式的勇敢 你不可以有那種好戰式的勇敢 人家不敢幫你 因為人家都是其他 人家對別人出錢出來的那些都是和平的國家